大家早晨 今天是星期六 首先提醒大家 去我的YouTube频道 和ETNET的YouTube频道投票 今个星期我给大家投票的五只股票 分别是 中石化、有邦保险、 工商银行、中国人寿和招商银行 暂时有239位朋友投了票 投票最高的 投票率是有邦保险,暂时而已 第二位是中国人寿 21% 有邦保险33% 如果其他四只 暂时 但是领先的就是有邦保险 其他四只如果有任何一只 够25% 我都会重点分析 然后再提醒大家 上星期日 我们的投资影音教育上了课 就上指数期货大户转仓活动的启示 明天就将会上一个新的课题 是炒卖牛熊镇策略的要决 即是来定炒卖牛熊镇策略的要决 如果你是 Plandinum 或者是 Diamond的订户 记得上课 明天上课 未来就自己升级 去用户设定 去用户设定 升级提升级别 保险月费就可以了 另外一件事 在 说这个 昨日 应该这么说 如果你那个 譬如说你不知道哪些 级别有什么 Plandinum 和Diamond 就可以了 就有得上 投资金教育的 你其他就升级了 另外说的就是 昨晚 美股的情况 先讲讲 美股的情况 主要是一个因素影响的 就是经济数据公布 美国上月 销售数量 按月下跌1.9% 表现差过预期 比市场预期为差 就是 扣除汽车的销售 下跌 按月 是 2.3%的跌幅 亦都差过市场预期 还有的就是 美国12月进口物价 按月下跌0.2% 同期的出口价格 按月下跌1.8% 都是差过预期的 杜瓶市工业平均指数 就应声下跌 最多跌了 三百几点 印象中 这个三百几点 先关掉这个 看看那个 OK 这个是杜瓶市工业平均指数 这一张是阴阳烛的 日线陀来 在这里 杜瓶市工业平均指数 最多跌三百几点 收市都要跌二百零一点 0.56%跌了很多 但我说过 重点不是看这个指数 要看标准普尔500指数 是升0.08% 而主要反映科技股表现的 纳斯大克纵合指数 纳斯大克纵合指数 还要升0.59% 那就不是很差 点得好 我们先看看杜瓶市工业平均指数 虽然它不是 最有启示性的指数 太多 太多人看 特别是散户 我们都要看一下 为什么 一般散户 大部分散户 对后市的取向 对于我们 如果作为一个精英的散户 是很有用的 他们大部分人都看好 市场就很难好 大部分看淡 市场就很难淡 当然一天半天就可以 长期来说 日线图 日线图 你能看到 跌下去了 形势 不太妙 好像这个调整 A B C 还在跌下来 如果真是这样 这个C 还有一段时间跌 还有 下市保力加通道 底部的支持 大很多 之前 在这里跌的时候 跌中 我已经提醒了大家 应该很久之前 在 去年的年尾 我提醒了大家 这个 短期调整浪 然后 跌下来 反弹 我再提醒大家 这个有可能是平势形 正常平势形 或者 不规则平势形 最终升到这里 当大家觉得 不升到这里 高的这个高位 很漂亮 新升浪的时候 我再提醒大家 这个可能 是A 这个是不规则平势形的 B 接下来是C C会是怎样呢 C你小心 刚才我说是A B C 其实我说得保守 C应该是 1 2 3 4 5下落 而5下落的跌幅 多数是会低 这个跌浪低位 即是前跌浪低位 即是A浪的跌浪低位 是多少呢 大家看看 3 4 0 14 是4的 大家看到 看这里 Low这个位 再度一次 是3 4 0 14.41 会低过 计法是怎样呢 整个A浪的下跌 1.618倍 乘1.618倍 就是由B浪的终点 B浪的终点 是 3 看清楚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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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 OK 对不起 36933.78 我看错 应该看 Hi Hi 因为我又要看左 又要看右 又要对虚视 这就是investing.co 不漂亮的地方 你不能让我锁定 线 如果其实原来有 大家告诉我 我真的不知道在哪里 找了一段 找不到 36933 不是呀 旁边的位置更高 对不起 应该是36952.53 由36952.53 量度1.618倍的量度 跌幅目标 你便找到 C浪的终点 找完C浪的终点 之后 当然 就有一个 四浪 我叫做 括弧四浪 刚才括弧 四浪的终点 应该找到 四浪的终点 括弧四中 C的终点 这是 括弧四中 A 起点 跌到这里 括弧四中 B 起点 升到这里 括弧四中 C终点 将会跌低 这个位置 走完整个 括弧四之后 正常来说 这个不规称 平成就完结了 随便再变成双重三 或者三重三 这样的话 就会有 括弧五中 升浪 到时 就会再创历史新高 好 说了这么久 日线图之外 这个杜瓶斯工业 平均指数 从大家数浪之后 我们看看 现时的指数水平 是说的是 粉蓝色那个 3591.28 就是昨天 3591.28 就是昨天的收市位 有点偏差 这条就写3591.81 为什么呢 因为美股收市 会收定的指数 我相信这个原因 不过如果不是的话 就是说 它有点 拿过时间 可能差一两秒 OK 3591.11 是低于保育交通道中组 亦都低于SAR 对不对 SAR是绿色 没错 低于绿色 这两个指标都是利淡的 然后RSI跌穿了50 利淡的 STC%K 低于%D 还要两条线一起向下走 利淡的 MACD Difference 负数 的数值 绝对值 继续扩大 亦都是利淡的 五个指标全部利淡 美股 短期不漂亮 但显着向淡 为什么要看美股呢 虽然我说 港股 近期反复回升 短期反弹浪 大型的短期反弹浪 虽然已经 弹了很多 我们预期仍有点升幅 但是当美股 如果表现很差的时候 难免都会影响 港股投资者的心情 影响的心情 他们的入市信心 就弱了很久 万一 万一到时有新的利淡消息出现 市场就会提早 反弹完 我们是害怕这件事 如果美股继续支持 我们的升的机会 就较大 好友向上继续进攻 成功的机会也较大 我们讲这个日线图 然后 跳一跳 我讲这个 不如我们看看现在的最新形势 都给大家 说什么最新形势 就是 我和大家监测的12个主要指数 主要指数 现在强弱势 相对强弱势 好 热板 超短期 看美股 美股一个 两个三季排第七八九位 是不漂亮的 因为 12个中间六 排在下半部 短期来说 排在七 对不起 排在七 八 十位 都是不漂亮的 所以短期在调整 中期 排在 六 八 十 亦都是不漂亮的 美股真是转弱了 很明显转弱了 长期 比较好的市区 不是市区 对不起 是好的地区 或者是叫做国家地区的股市 长期来说 就更加排在二三五位 所以你见到我 在今年月初建议大家的 重组 NPF 即是强制性公积金 那个基金 分配 如何分配这些资金的时候 都是很重处放在美股的 继续 好了 我们看了这个之后 我们回到刚才看的表 我们看完这个之后 先跳起 纳斯达克众岸市属 因为大家都会关心点 香港 香港有很多是科技股 香港的投资者 例子是IXIC 谁知道IXIC 就是这里 看到吗 那就当然了 但IXIC就转弱了 但如果我不知道IXIC 不记得 那你就打NASDAQ 你打这些字 我不用打了 打不上下 你已经见了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就是Composive Composive的技术不是100 我是看开Composive 虽然100会更加反映这个科技股 更加反映更多的科技股 作为成份股 但是投资者多数都是参考这个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还差 看到吗 还差在于什么呢 它一样是 下落 你当它是 括弯 4中A 然后反弹 高位 你当它括弯4中B 是没有高的括弯4中A的起点 就是这个并非 好像道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并非 不规则平势形 顶多说一个正常平势形 正常平势形 怎么计 就是计 括弯4中A的跌幅 从这里 我不计算数字 大家自己看 跌到 这里 肉眼望 应该在这里 看清楚 14931 14931.1 差点 OK 14931.1 这个跌幅的一倍 一倍就由高位度 这里的高位度 差不多到了 即是科技股有机会 率先回升 但是你看到 道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未跌够 科技股似乎又不止跌那么少 所以就有点麻烦 最理想的就是 蓝筹股继续跌 科技股就 很强支持 跌少少 然后一旦 它弹多一点 令到它 跑赢回蓝筹股 在美股方面 最理想的 如果不理想 就会继续跌下去 是向哪边呢 继续跌下去 试这些低位 那就不理想了 看看五个指标 指标现在是 即是五个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现在 纳斯大纵合指数 收视报 14893.8 这个就对了 一样 跟这里一样 就是低于保育交通路充足 低于SAR RSI 远低于50 STC 看着 %K刚刚回到%D上面 发出了平淡窗讯号 就是再次证明 再一个证明 就是科技股跑赢 在美国股票市场 跑赢蓝筹股 MACD 看到的 近期慢慢回升 虽然 前天曾经再跌过 回升的 在零线之下 转强了一点点 没那么弱 指标方面 纳斯大约状指数只不过 4个淡 一个好 形势并非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显著向淡 而是 向淡 看完这个了 接着我们看 最重要的 就是 标准普尔500指数 那我们 这个Code 就是 你见到 如果打S&P 可以打到 但我认识的Code 我直接打US500 就可以了 US500 就见到 这个 不是下边说 是Future 其实是期货 平时我给大家看的期货 上面那个 标准普尔500指数 标准普尔500指数 怎样呢 情况 看起来就跟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差不多 但你留意到 它跌下来的时候 它再弹上来 这下 是明显高 那个 4中A的起点 就是说 美股整体来说 是跑赢 就是整体表现 由这个 标准普尔500指数反映 是跑赢行生指数 就是说 美股近这 几个月 这两个多月 应该说 两个多月的 跌势 是由 旧经济股大动的 好 现在反弹了 再跌下去 一样这样 总结 就是这个 4中A的跌幅 1.618倍 就是由4中B的起点 倒下来 一样 我们看指标 指标 这个是低的贝加通道中组 低的SAR RSI低的50 STC%K%D 都一直在跌 想跌穿50线 现在还在50线上 见到这两个数值 MACD的Difference 比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好 在低位培回之后 未算 迁绝 持续下跌 怎样都好 5个指标都是 显著向淡 所以美股如果要企运 回升动力 或者不要叫企运 跌幅 不要那么大 是要靠科技股 暂时这一刻看 这个就是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表现 不是对不起 这个是标准表现500指数的 表现 短期形势显著向淡 既然它是最重要的指数 最值的参考指数 我们看看周线图 周线图 周线图 weekly OK 周线图 一直是这样 攀升 其实美股 近期的所谓调整 很湿碎 甚至比这个 都更加调整得少 很湿碎 继续反复攀升 所以我们依然期待 有库鲁五浪上升 再创历史新高 当然不是 短期之内 应该今个月之内 都不是 最快最快都要下个月 最快最快 未必是 看看指数 现在是高于 SAR 高于保力加通道中族 RSI高于50 STC%K 还是高于%D 不过进入不超买区 MACD是负数 4的指标利好 1个利淡 就是中期形势 美股整体来说 由S&P500指数反映的 整体涉幅 是向好的 最后我们看 这个 月线图 月线图 当然 一直在升 你看到一直在升 那多明显 1 2 3 4 即是圆圈1 圆圈2 圆圈3 圆圈4 现在是在行圆圈5 是圆圈5中的 括弧4 那迟些还要 圆圈5中的括弧5 那就是上期升浪 由这里开始的升浪 有个大型的调整 正路 指数 现在是高于SAR 高于保力加通道中族 RSI高于50 不过小心RSI背持 看到吗 有个位 RSI 指数在这里 去到这个高位 指数再创新高 跌到来 RSI背持 长期来说 RSI背持月线图 就是说中期调整 就快将出现了 所谓快不是现在 是几个月之后出现 至几个月 到底是三个月 六个月 还是九个月 这个是侯华的 一直看 三个月是可能的 而STC 是想发出的沽空讯号 因为%K 回到%D 下面 而 MACD 还是利好 因为Difference 是正数 也跟中线一样 四好一档 形势 是向好的 我详细说了美股的最新形势 如果你是 Pentinum 或Diamond的订户 明天上台 如果不是 我们就在星期一 召见 祝大家愉快的周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